哈喽 大家好 我是亚瑟 对 我就是那个会咬指甲的美甲师 今天为你带来一个很特别的例子 那就是男生咬指甲就是厉害 这个例子和我有像 和各位可能也有点像 来 他第一周的时候就这么严重 哇 吓死人 第九周的时候 变好多了 大拇指也是一样 第一周 哇 好严重 第九周 哇 好棒棒 好啦 那我们接下来要好好慎重介绍 来 音乐琴切啦 对 他就是一个金融业的帅哥啊 当然啦 不能给你看客户的照片 所以我只好拿一个类似的照片给你看 就是我啦 哈哈哈哈 为了这个金融业帅哥 我们又给他一个不错的歌曲 来 噔噔噔噔噔啊 年轻帅气有女友啊 意气风发肌龙烈 呃 运动健身肌肉难 压力三大就咬指甲 所以来我们妮宝贝问题指甲来处理啊 来 处理 蛤 你觉得刚刚绕口力绕得怎么样啊 脸不消微 哈哈哈哈哈哈 萤幕上各位看得到 他的咬指甲破坏的非常非常的严重 一想到这么严重的大拇指 又让我想要数来宝了 所以再来一次来 噔噔噔噔噔 使甲长度四戒短啊 紫圆硬皮超级多 甲面分层能撕裂 抠到流旋有欲轻 老板娘 我讲得怎么样 好爸爸 第一周看一下 他的指甲果真是世界短没有骗你们啊 而且他的指缘硬皮也非常的严重 因为抠的严重 咬的也非常严重 所以啦 皮肤不健康 指甲又一直抠 那当然甲面就会分成 他的指甲一层一层可以撕开来 像指一样 所以这么严重 当然就会抠到流血 上面还有淤青 旁边还有小小的伤口 接下来我们看到大拇指 大拇指因为比较大 放的比较近 所以更清楚 我刚刚所讲的东西什么都有 我们就不再多提 我看到大拇指 心惊了一下对不对 没有错 还好他找到了全台湾最漂亮 最有气质的问题之家的美甲师 你知道是谁吗 Peggy 又被拉起来 这麽严重的咬指甲 通常我们第一次的时候会做水晶指甲 用水晶去覆盖指甲太短而外露的指尖皮肤 这样子可以让指甲或者是甲床 赶快长出来 那第二次之后呢 我们会把水晶卸掉而改做凝胶指甲 来保护它的指甲生长 而且长期来说 我们还可以调整指甲的形状 突然间我变震惊的不习惯对不对 对没有问题 来第三周 哈哈哈哈 这个就是把水晶卸掉改成凝胶 所以它长出来一点点 哎不错呢 第二周又比之前好了一点点 但是 天不从人愿 让我非常难过的事情发生了 问题指甲处理这十几年来 差异最大的客户 那就是男生了 因为男生的客户啊 他本身的标准差异很大 有很多男生追寻完美 也有很多男生有指甲就好 那有时候对于甲型的要求就是 有就好啊 指甲形状没有太多要求 那这样子的客户呢 其实他是可以提早结束的 像是我啦 当年也是咬的那么烂 可是我自己也是有指甲就好 而没有追寻非常完美的状况 为什么 因为一个认真的男人 是不是又要服侍老婆 又要做家事 又要赚钱 又要照顾宠物 我们哪有时间把指甲弄得这么漂亮呢 但是指甲形状好 他是有好处的 指甲形状好呢 指甲会变得更硬 而更能够抵抗外来的破坏 这是一张A4子 假设他是一个指甲好了 如果指甲今天指甲形状没有很好 然后扇形 然后中间没有一个凸起 那他就会这么软 可是如果说今天指甲呢 诶 有个漂亮的弧形 那么这时候你的指甲就会变得很硬 好就可以抵抗外来的破坏 所以咯指甲形状好 那指甲就会比较硬一点 那未来呢也就不容易变差 好啦所以第九周是他最后一次 这是第九周最后一次看到他的样子 大拇指呢ok啦ok啦行啦 对于这种没有把指甲形状做好 皮肤没有变好 而且也不够完美的客户 这样子的指甲需要更认真的维持 如何去维持指甲成果呢 第一点就是要做好日常的保湿 要做得非常好哦 才可以让他持续进步 第二点就是要避免日常破坏 不要去撞他不要去有太多的损毁 第三点要借除抠咬指甲 好虽然才过第九周 有时候习惯还没养成 但是还是要想办法忍住自己 不要去抠他咬他 另外呢就是要适当的修剪指甲 因为指甲形状不好 他很容易被凹到很容易被折到 不如让他短一点咯 后面熟的我们来看一下前后的对比 第一周很严重啊 第九周变好很多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死人进步很多呢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大拇指 第一周 第九周 嗯好多了 好了 那今天这个例子就介绍到这边 做好保持哦 好下次见 拜拜 拜拜 观看 tack